他不正经永远不正经 是不是 你想想 臭咱大妈这番说辞 完全是芝麻开花 节节告呀 感觉下一秒就牵手成功了 可俗话叫做天有不测风源 咱大妈后面说出四个爱好后 咱大爷也是如作针毡 直呼忍不了 到底是啥爱好呢 俩人是否能牵手呢 给他找对象 你希望给他找一个啥样的人 回来了 哪位是颜庆和大哥呀 这个大哥 颜庆和大哥 大哥 咱俩认识一下 红娘甜甜 你瞅瞅 这家里三代就一块了 那叫一个热呢 大哥干嘛活 立马识诺识诺自己 准备去相亲了 就那小样儿 还整得挺精神的呢 咱就说 这相亲能不能成啊 大哥心里也没理啊 不过管他呢 先把自己打扮得帅帅的 万一大姐就看上 他这骨子精神劲了呢 咱红娘突然上门 瞬间给咱大爷来了个回马枪 毕竟刚从外面忙完回来 回家就碰见摄像机了 说啥也得好好收拾一下 万一这次相亲失败的话 其他大妈怎么想呢 还是以最好的姿态上镜 要说咱大爷的条件 可谓是十分优越 有房有退休间 父母还健在 另外父母也有不错的退休间 生活可谓是不愁适合 所以五六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这么辛苦 你这个体格我看也不怎么 不愁适合我 但是我还行 我从哪参加工作 其实二十多年我一天班都没打 包括三十个人都不 我从来一天班都没打 你是怎么能做到这个满琴的那二十多年 你敢信 这位大爷 那可真是挨家的一把好手 每天不是在工作 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 来回奔波 从来就没缺请过 家里 胆位 那都是先进的代名词 这大呀 简直就是先进专业户啊 为了姑娘和媳妇生活好一点 我腿各倒量级砸坏了之后 就是当天 企业都就得各一单到腿蹦 然后我就 看不了袋子了 我就发大肩 大肩啥意思就把这个给周 周上 对啊 这两次俩人 身大 那你腿都坏了 你还挺那大肩干那么重的 那就是一头腿使劲 那也得 生活 为了生活 为了儿女 为了孩子条件好一点 我喜边不行 我喜边 人家打工的 一天挣十多块钱 他一天就能挣两块到三块钱 我说你干脆就给家过 要说咱大爷年轻的时候 可谓是实战家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一切为了家庭 一切为了儿女 毕竟大爷所处的那个年代 可谓是十分不容易 要想出人头的 不仅得付出满腔热血 还得付出全部的精力 所以咱大爷有今天的成就 实属不易啊 不回来 大孩子 这提起前妻 那不得给自己的青青草原 再填点绿啊 这可让自己羞死了 说起这事 大爷头头快递到地底下了 各人走了 走了半月回来了 回来干脆 我就把离婚了 这里就不改了 还能讲 你怎么还得小 我讲 还大了 我这因为啥呢 这怎么 我也把老爷吃了 老爷吃了 走之后 是住个妹妹的房 是可以再买 这都可以了 再说了 那你现在开退休了吗 没有 我得 我得2026年 一月份开 那开退休金的话 大概能开多少 这大爷离退休还有几年呢 腿还残疾 竟然还得找个打工的活干 真是每个人都不容易啊 瞧瞧这日子过的 太难了 说起前妻 咱们大爷也是一脸的无奈 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俩人多年的相濡以沫 最后还是没有抵过他人突然的 徐寒问暖 这在很多感情中 估计也是十分常见 所以好聚好散 啥事咱还是往前看 万一这次相亲找到合适的 照样也可以白头到老 我这人就是 也没啥 就这里过是人吧 也不会像有人说 吃过两碗盆的 这不会的 就是你心情过日 不抽烟不喝酒 就是老实本分 在择偶要求上 咱们大爷也是十分简单 毕竟自己就是实在人 说通俗一点就是过日子的主 老实本分 所以在另一半要求上 也是如此 如果按照这个要求的话 岂不是闭着眼都不愁挑呀 差点了 别整啊 别整了大姐 我那水呢 坐呢快坐呢 你会给我站的牌子吗 应该冲一下了 冲一下吧 这老转圈 啥都没准备你知道吧 那是化了妆的 那可以有几年的 那时候得有八九年了那照片 大姐那你平时愿意照相 平时也愿意啊 一上哪去玩必须得照相 哎呀拉不着照相都生气 大妈今天去相亲 那见着红娘 激动的跟啥似的 又是端茶又是倒水 忙的不易的呼 要说这大姐 那可喜欢照相了 也特爱打扮 那精致的生活 简直充斥着她的全部 就不知道这次相亲能不能成呢 和咱大爷相亲的大妈 也是个实在人呀 一瞅咱红娘来了 马上就开始忙前忙后 毕竟这次涉及的事情 可谓是终身大事呀 成功了下半生就不孤单了 失败了还会有其他大爷相众呀 别人听见我嘎嘎笑 爱妈回家了就躲门口躲了 打你 她为啥打你呀 就想好挺大姑娘嘎嘎的一个 大嘎嘎笑啥 大爷我就不睡觉 爱笑的这个女生 是运气都好 这大妈性格呢 叫一个恶观开朗 可谁能想到她的遭遇 竟然那么惨 真是让人同情啊 运气都好啊 没觉得有多好的运气 头一个让这儿到爸了 过了九年 过了九年 后来了她也没有正事啊 她没有正事 她活 除外她竟胡整 完了那个 挣钱也不敢回哪 给人家给我下车 完了我也见不着钱 那双跟孩子俩可哭了 竟吃茶的泡打酱 连菜都买不起 我记得我哥结婚 我穿了一双脏嘴的鞋 掉皮的 过日的时候 那穷的 那背后 那哪有背罩 那都背离 那都坏的 都大 你还要我打工呢 我妈给我送孩子 我就出去挣钱呗 哎呀妈呀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大妈出去打工了 那遭怨 简直是不开回手啊 说起之前的故事 咱大妈也是一脸的无奈 毕竟这故事 和咱大爷的 可谓是十分相似 一个是背叛 一个是不务正业 也算是顺应了那句话 男怕娶错妻 女怕嫁错郎 感情婚姻这种事 估计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还是那句话 啥事都得往前看 至于是否能找到合适的 只能说一切都随缘呀 就是 大家往屋里瞅 说 这就是说话了 这就是大哥的妹妹 过年了 回来看看 大哥大姐 你们两个先相互 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妈瞅见这家和和美美 热热闹闹的 再看了她和大爷 这演员这官到底咋样了呢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对于老年相信来说 很多大爷大妈都想过二人世界 所以对于家有老人这种问题 可谓是满脸都写满拒绝 而咱大妈却十分爽快 直呼咱大爷是过日子的主 毕竟家里有两位老人 日子还不愁吃喝 这肯定是很会过日子的主 最重要的就是孝顺 既然能孝顺父母 那肯定也能宠爱自己的老伴 大爷爷起来了 我前来啊 我前来 谁都有老人 他有老人 你没办法 你也得不管他 大姐一进屋对你父母的态度 你这一点觉得怎样 这一点就是我最配的这一点 他我看好他就主要这一点 对父母 对父母好就 我不跟你也讲了 对父母好 那就OK 瞧见大爷这一身打扮没 那可都是妹妹的功劳 要说这演员的事啊 妹妹直接把手朵的活一样 也得来插上两句 我看挺好 怎么说呢 咱最起码见的人吧 你最起码使用点 不像说人家 牙尖嘴地的 我真不喜欢这样 一进来好像是有嫌弃眼光啊 那我都不喜欢 咱说我都是女人的 都会看的是不是 大哥 咱那个别管让大姐站着 大姐说 大姐说 我叫大姐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呀 此时大爷大马 都是过年的嘴 尽说好听话 说通俗一点就是 都相中彼此的 咱大爷的家人 也直呼咱大马 是过日子的主 这要是凑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是十分合适的 那退休你也开多钱 我现在没退呢 我还得 2026年退 过日子 啥是基础 那必须是经济啊 咱也甭废话 直接提前进入要钱环节吧 算今年还有四年 这不是没到算是吗 对 没到算 那有啥总录呢 我妈我爸他俩都开老板 他俩一个月 能开个六千多块钱 现在这个生活吧 也算是还不错 因为他也不是说 这个没有啥来源 对吧 生活能维持 这就是摇钱树 摇钱树 只要他俩身体好 只要比啥都强 对啊 不用啥来 他披着不让爱 那累就多累 比如说 现在如果真的 找着个对象了 是不是 在家 但凡是能搭一手 这个老人吧 就不用他了 他除去啥都能干呢 难怪咱大爷的条件是 捧着鲜花坐飞机 每上天了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二老有经济来源 虽然自个还没有退休 但父母都有退休金 再加上自个的收入 除了赡养老人之外 还是充足的经济条件 用在生活上 言外之意就是和咱大妈走在一起的话 完全不用担心生活问题啊 大姐没有老宝这块 你介不介意 老宝的其次了 主要是那时候嘛 主要对咱父母孝顺 就是最主要的 家和外事兴呢 儿女媳妇都谁啦 孝顺 这家庭不兴旺都难呢 看好的就主要是这一个 大姐吧 平时这个有点小爱好 喜欢拍照 你会不会拍照啊 学的 喜欢拍照 喜欢旅游 完了你 还有一个 最最喜欢的 就是打个小麻将 有的人一听打麻将 你就不干了 他这个不喜欢 这个打麻将 他相当反感 我都你看我没瞅他 我用鱼光我就感觉到了 我一提打麻将 一下头就砸了下来 咱红娘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 拍照的爱好 也只是为了后面麻将做铺垫 毕竟对于老年乡亲来说 很多人都比较机会两件事 一是跳舞 二就是打麻将 毕竟在之前的乡亲节目中 也有老半跟五半跑的 另外就是麻将挥霍家业的 所以对很多乡亲的大大妈来说 都是没办法接受这些 而咱红娘说出大妈的爱好后 咱大爷的头瞬间就低下去了 对打麻将这方面呢 从小也反感 为啥反感 因为有的是这样的家庭 因为家庭打麻将离婚 那不也有的事吗 哎呀我的天哪 打麻将这个事 本身他并没有什么说好与不好 因为这就是个消遣 是个娱乐 对吧 但凡是打麻将能打跑了 那这个人本身他就不行 你得看这个人的根本 这个人不可能说 我就是贼正经一个人 我因为打麻将我就不正经了 不可能 他不正经永远不正经 是不是 你想想 大哥的话也不是说 我就反感打麻将 大哥就是看过很多例子 说有很多人都因为打麻将 婚姻破裂了 家庭作祟了 是人品 对呀 那是个人的人品 你就是这个人 你放到哪 他该是放弃的人 你给他放到哪 你像这位似的 就比如说他 就这么一劳本身的 这么 这么安分手机的 你给他放到哪 他也是这颗心 果然如同刚才所说 一听说咱大妈打麻将 咱大爷直呼忍受不了 毕竟在大爷的思想里面 不管打麻将是爱好 还是日常的消遣 总之就是不好的事情 尽管咱红娘不断解释 但效果却是微不足道 毕竟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 在思想上比较传统 任何涉及到金钱的娱乐 都是不正之风 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样的爱好 无疑就是日常娱乐或者消遣呀 总之这些是完全看个人 就是想打个枪玩将 还不经常玩 那可以 你肯定是不是 也需要给人家放放 两个人都是 你心疼我 我心疼你 对吧 你放宽一点 我放宽一点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完全全合适的两个人 对 对吧 这么大事说的 也都想过二人四季 其实我要说 直接拒绝说 你看有老人人多 就想过二人四季 显得会有点自私 但是说话说回来 你不自私 你说这把年纪了 你就是 毕竟不是从小的 从小我给你吃 我给你砸头行 所以说 你还毕竟是从小的 我说你还走不出去 你就得绑到这家里 此时咱红娘还没有放弃 不断地给咱大爷解释中 不过看咱大爷的表情 也是对牛弹琴呀 毕竟她的决定 也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不管大妈是否孝顺 或者是善解人意 总之就是无法接受 打了将这个爱好 既然这个样子 那俩人只能以朋友相处了 今天的相亲很遗憾 宣告失败 老铁们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在评论区留言 请关注不迷路 嘎子每天带你饿喝一下